當的士成為的士佬 我應該說成為過街老鼠 衰人的共產黨 你倆不直接要死全家之事 要為的士佬說話真的很難 我都頂不住 但是我都會照顧 因為這個的士佬很有問題 但是這個客人不是沒有問題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一段片出來的時候 竟然是一面倒的士佬 有沒有少少支持的士佬 這個的士佬就支持不下了 但是這個客人是都有問題的 但是沒有辦法的 政治正確的 所以《啤梨漫步》 永遠是跟別人 或者是政治似乎都是 我們老實說 當然會有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或者跟別人都不同 但是你說要討好群眾就最容易了 加上一起去吵的士佬 這個的士佬得不得了? 當然得了 特別是今年的年紀 我看這一段片和Facebook等等的社交媒體下面的留言裡面 我發現我有時候真的很生氣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 又不是有生氣的 很多人在香港都要兩個口罩 不用理會了 有些人會覺得你戴口罩就是混蛋 他現在不是叫你戴口罩嗎? 他怕死啊 你老婆怕死不行嗎? 你不如說 喂現在人家在告那個什麼旗 那個福旗 喂都說 社交距離那個是夠誣的 是沒有的 戴口罩是沒有用的 六隻社交距離是夠誣的 那為什麼當日肯夠誣呢? 你慢慢慢慢搞出來 你不需要太大陰謀論 這樣就配合了 其實當日他們自己覺得 我所謂的九合制 他們可能真的覺得有用的 但是就找不到科學證據 但是都繼續去推 嗯 其實你沒有科學證據 如果你要繼續去推 是不是很危險啊? 因為你變成我 你有情況下會令他們以為 只要我這樣就沒事 原來這樣也是有事的 九合制 那你叫你不早響啊 是吧 好了 那些要不要說 但我說這條片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 的士佬好了 是不是很多黑客 是不是很多黑佬 一定多的啦 只是看一些投訴 今天看回立法會 就是運輸局 回覆立法會 2021至2023 有4千多宗 3千多宗 和4千多宗 而警方過去三年 執法行動呢 濫收車費 11宗 17宗 42宗 就是212 23 65宗 85宗 喂 27宗 就是拒載 那些數字是升的 那些數字 沒有採用最直接路線 鬥路 11 13 13 那些數字是有投訴 接駁投訴 查過屬實的 你說不屬實的 多少 就是查不到的 沒有去投訴的 沒有去投訴 他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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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問題呢 全部呢 都有司機的 那些問題 亦都有一些 傳統問題 譬如說真的 喂 四點鐘交界 有些為了避免 那些事 於是在那些中數呢 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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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中數 但是 又看到有人向我撤車 於是又想撥一撥 他可能都去我 去得的地方 就搞下槍下來 喂 去哪裡 官旁啊 但他原來交車是太子的 就怕 會有些少少失聲 怕我不像 他就搞回槍 於是 那些客人呢 即使沒有上車也好 都覺得那些屎人拒在 但問題就是 原來他真的會有少許交奸 他就直接蓋旗 你打算蓋旗 就是 你就不要 不要搞下槍下來問 因為你暫停在下 就更好地地 那這些是永恆的問題 那當然上車兜了 都不要說 那最基本的就是禮貌 我不要求你很大的禮貌 那但是呢 那 一隻手掌棒不響 你問我 那為什麼呢 我經常說 那為什麼被你打算蓋旗 我都沒有試過被人拒載 兜路 或者不禮貌對待 我真的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 從小到大 拒載都沒有試過 譬如我要過海 他那些 都沒有了 沒有過海 沒有 我吵架他 真的是我吵架他 你吵架他 他就走了那部車 不是 我上車先的 我全部用上車計 上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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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試過 因為為什麼有些 真的是那些情況 我沒有人爭 通常會問你過不過海 會不會過 通常如果我知道那一頭 就是有 譬如紅磡 我就在天神上面 有那些過海車的 譬如大鎊 廣福都有過海車的 譬如沙田 我知道誰過海車 我會去過海車 如果不是 我會問一下 我會問的 過不過海 我會問一下 對 我會問一下 是否有空手 或者是 但我還是覺得 一隻手掌拍不響 騙客是好多 但是 但是 那個客人如果很騙 你其實也應該有些方法去 很騙 去做到的 如果小悉,你唯有忍一忍, 因為畢竟是服務性行業, 昨天阿東說的,我認同的, 即等於有些客人進來, 誒,請,誒,火記寫的東西, 都挺悉的, 那你難道說,你老母,你渴我? 那你不用做生意了。 基本上很少行業,你可以盡情發洩到你的 你沒可能的嘛,是吧? 伙計寫東西啊 行行行 不好意思 接下來 沒什麼東西 行行行 不好意思 接下來 其實我無論在這裡 或者我以前做了 已經是吃冷住的客人 行 接下來 你定小事 接下來 你服務你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但是有 通常就安撫客人 喂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 九三個人 你真的對不起老闆 不是說真的耐煩味 你吃什麼 我和你吃 通常 你就擦擦想對不起 那些很多怒嘈的客人 我們請人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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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咦 可以用這個 你這樣吧 客人就是這樣 有這樣的人 就是得寸盡尺 那那個是忍不忍呢 喏 後話了 大家要評 但是一般來說 就算客人說 喂 觀堂 好 官堂在哪裡 在哪裏?AIA那裏? 你想走繞道還是怎樣? 你媽媽,你開車還是我開車? 你是的士腦,你問我 如果這樣,你應該怎樣? 問一句,你不給路,我才會走 你都不應該發威,你問我 你媽媽,臭氣禽家產 我懂路,我開的士,你媽媽 你死全家嗎?如果現在這種片放出去 我跟大家講,依然有很多人會說 不要跟車那麼貼,未有上門下 你一定要撐,目的就是撐 的士路一定是對,客人一定是對 這些叫做不公道 但一般來說,不要說到那麼極端 其實客人有時,始終顧客是客人 你現在又有攝影機,就忍氣了 很少就說,你走這條路 你走這條路對不對? 長氣那些就很少被人撐 不是,如果,長氣你問兩三次都會撐 你試過? 不是,我撐就好了 他就說,純純司機 是呀 他就一直問我 我隨便就行,求你怎樣走都行 那我怎樣怎樣? 好,你決定,你決定 去到那裏 我現在轉過來,我撐你老母 你這麼想多話要說的 我說 我放得四四雞 是不是? 不是呀,你給你,你當然要撐他 撐你,你幹嘛想什麼呀? 你新來的?有沒有牌? 的士牌來看? 撐你老母 你這麼想的 我已經說了兩三次就行 沒有所謂,我有時間 你怎樣都行 你那裏哪裡都行 其實 我見過最後鬥了一條撐你老母 其實怎樣去都行 我已經想到我死死了 好了 老實說 你拿著這個服務性行業 現在為什麼這麼多衝突呢 就是因為 已經是有一個套版印象 你傷得車,那個客人都好像紮了馬 好像紮了馬 所以才有這麼多這些東西 好像由先那條片 我們說回那條片 由先那條片 你呢 司機要求快點 家人有工作 那孩子無事 那司機沒有工 在那條片 他試著說 我要盡快 però你看到了 有些人家人有工作 我叫你快點 那司機就立即上火 那 其實呢 為什麼我告訴你司機 真是不對 因為他一上火 我快朵跟你快 你不用害我的 我小唱火的時候 其實那條樓就馬上說 我不是開你 我想快點 但是那條樓就冷靜了一點 那你說 行 我現在跟你快了 你不用那麼無氣的 你講不太多 這句說 那條樓就閉嘴了 怎麼帶個司機呢 因為現在不車來 有時候 吵架上來 頂了上來 我現在不車來 沒辦法了 衝口而出 我還會看兩個司機 但是那條樓去到那時候 那條樓有多少 我只是想 因為家人有時候想你快點 我都快點的 那條樓 其實那時候 那條樓 你剛才說我還不車去 當然是車上去 過了塞車的位置 又不是車上去 其實 因為我和大家講 我真的最有資格講這些 我一輩子和人吵架 我真的無謂吵架 我不知道吵多多 你這些架 我有時候吵到 好像這麼厲害 但如果那個司機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然後呢 去到目的地 哥哥 不好意思 可能天起草 大家大聲了 你家人有事明的 總之我希望你 好人一心平安 其實甚至乎可以沒事 但她是屁股 但是屁股 她竟然真的 其實她的車行到 我沒有本事 她真的把客人放下 叫人家中度下車 那客人當然屁股 然後她還拿了那條片出來 她 她自己扔下來了 她覺得自己好 結果 就 最多的那些 audience 那些 Facebook 那些觀眾 網友就屁股你 不過客人也不需要人屁股 你 是吧 這樣也合理 我以為 你不用那麼兇狠 你不要殺錯馬 不過她那一陣子 你趕人下車 那一陣子 其實已經收了很多 收了很多 比之前 即是一開始 那時候趕去 都還有 更明白些 其實趕快下車的時候 其實大家應該 不要出聲 下街的 她又想賺錢 她又想趕去目的地 不知道是不是家人有事 甚至乎我都說下車的時候 就隨便說一句 可以的 沒事的 那天的心情都會好 因為我實在太多這些 吵完之後 吵完人之後 我發覺自己不對 我在這裡也試過 我吵完人之後 我有個客人 不要說誰 但在我吵的時候 其實我吵的時候 都知道自己不對 吵的時候 但是吵的時候 吵的時候 後來那個客人 轉著面就走 我追下去 追下去上海街頭 他就知道我是誰 喂 其實我不是擔心 沒有這個客人 我會減少生意 大家真的有一個友誼 一個朋友 尤其是 可能有些事情 不適合聽 頂了兩句 其實很空閒而已 但是如果 我整天撐的士路也好 或者什麼手掌拍不響 我都認為客人會有禮貌 但是如果你說比較之下 做人應該有禮貌 做人應該有禮貌 但是比較之下 有時候你沒有辦法服務性行業 你其實都是要忍一下 要不然你不用 沒得做的 的士實際上 已經是一個活動行業 你問我 我覺得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 現在我們不斷屌的士路 沒有意思 你自己收回 其實有一件事 他們未必做到 我們可以做到的 香港人 可能真的會幫到他們好一點 就是 如果你看到的話 是真的 好的服務 你都可以上網寫的 一樣 這個也是動力 就是被人稱讚 它是Uber 就行了 Uber 有些可以稱讚 但是我不是說 你們因為它沒有 它又不是Uber Texy 你有些乘搭普通機車 今天我乘搭一架 你都可以看一看 他那個司機名 你不用寫光 譬如說 G157 Dude 因為人們不喜歡私隱 讓人知道 陳建 Dude 今天很開心可以乘搭 這個司機 希望司機什麼什麼 其實都是會慢慢 因為始終是互動的 那些東西 就是 你拿我 就是以前 現在少一些 以前 拿我一些曲奇 那些不是 那些巧克力 巧克力 那些鐵罐 有鐵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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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媽 就像殺人 那樣 他心情去開工 你一定死的 是吧 你媽媽 長途 嘩 這麼遠 嘩 空車回來 短的 嘩 他逼到你了 那你死定了 那些禮貌運動 我昨天說了 不說 那你好像這個司機 那樣 又是被人吵的 有個call的士司機 即call車 去做call車的 收到個客 那個客人call車有request 譬如說 為山頂去灣仔 嗯 說 加三十元 沒有行李 你可以很多東西寫request 那這個司機覺得這個客人好不好 如果不是他不會登出來打算公審他 那客人是甚麼 那客人 那客人 有甚麼問題 短一點 他說 叫你老母 這麼短 還要單 神經病 即是大生意 即是諷刺 那你不要接 他亦都遮遮了叫車的名字 我稱讚他 即是覺得很大的生意 叫你和文田村去旺角道 哇 還要有單 即是老實說 那他當然被人吵了 這些司機 我不發音很吵 因為怎樣 他沒有跟你拿折 折都不用 他喊車 他當然沒有加錢 沒有加五元加十元 他要單 你便不會接這張單 不是 你便把單單給他 你說我把單單都不喜歡 你便不要接這張order 是啊 這樣都可以公審 喂 還有 喂 好啊 你加油遊遊 吵你勝利 吵你自家車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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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你等的士站 等了十五分鐘做車 老實說 我真的 我這些人 真是大膽 如果我等的士 如果我自己排的士 我排了五分鐘左右 我自己覺得很久 的士可能等了十多分鐘 而我二三十元之期 我不敢回答 我也是 我不敢回答 我來以前走回家 或者走遠一點 不是在街道截 或者 走遠一點實際走回家 走遠一點在街道截車 我不敢 等於我那時候 我住大埔 其實我那裡不跳標 我轉屋的時候 但是你說近嗎 又不是很近 軟軟地 但又不跳標 有時候我真的要爬底 除非是很累 或者等完酒才會等 那些喝完酒 有時候就是 怎麼說 有些司機遇了後 我發覺 因為新界車 老實說 現在的環境有多可 你搭四百元 很多時候都是在車站附近的 我最記得 我有個老友 我經常跟司機說 就是調節心態 他說 喂 我都不自己好 可以調節心態 哇 你二十元我給油 那我就到了 又去排隊 你一定要調整 每個行業都是這樣 而且你本身的起標 其實都不便宜 現在不便宜 現在是說 市區是否搞到三十多 現在是二十七 現在是二十七 就是了 你起標都二十九 就是了 而且現在 真的很難說 市紙水又不到 而且有時候 你搭短程 沒有什麼便 你就就叫別人來 你不是沒有錢收的 你好像我媽媽 最後一次搭車 其實就是在沙田醫院 搭那些什麼關愛的 去 我老婆和我去人安道照心 然後回答回來 照完心幾天後就釘我 我媽媽 於是如果我關愛的 因為我加了他 用WhatsApp 他又會跟我拜年 有一次我跟他 叫我 叫你關愛的 有一次 其實應該不是我問他 他突然間 有一天我突然間 我突然間 因為我沒有商品 因為我一次沒有商品 我沒有商品 那就是那個記錄 突然間 有一天 我又是誰 他說 先生 我說什麼事 請問你是不是 啤梨哥 是不是做Youtube 那我做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麼案例 沒有 我看見那張照片 好像是你 但是很少名人 他會這樣說 會用自己的頭 你是啤梨哥 還是你的粉絲 我說我是啤梨 那我於是乎就開始了 跟他 有時候 因為我有時候了解 一個項目 第一 他們做不停 因為除了 好像我老母那些 有些很定期 要去覆診 要去成 去約定約到夫妻 很多時候做不到家的 他說 但是他都說 你都要調節自己的 有時候 一天 譬如 約了你 10點3在下面等 那你很接近的 原來沙田醫院去人安很接近 11點什麼都搞定 誰知道原來 推輪椅上車位 我婆婆要扶她下車 上去坐在那個位置 搞了半個小時 因為 沒有麻煩 引導人家 是不是 病人 那你一定有耐性 嗯 他說都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就算做這些車 有時候 你是防暴性行業 要了解自己的行業 是不是 我覺得 這是一條路來的 如果大家找到一個好的 如果找到好的 至於你說 梁有不齊 這些是多餘 不能這樣 就是你 都是國際度的 是的 對於Uber的糧油不齊 的情況 不會 一條路來的 但是沒有這個 它那麼嚴重 因為Uber現在監管 所以現在就說 又說要開始 提議 我覺得它沒有料到 又說它開始是監管 加減分制 但是如果加減分制 你首先要的士人 肯定入那個平台 加減分制本身 對的士司機都很興 對成功 對的士司機 對uster 你要先接入一個平台 那個平台 好像和到Uber那樣的運作 可以直接行收入 當然然後都有自己的 對的一定有onie 有些人說 你現在說 我給你的500塊 我給你帶飛機 你瘋狂聲是誰? 阿朗牙倒 你老母? 阿朗牙倒 然後他說不玩不打 他回到去 他就寫衰你了 這個司機好賓奏 他還要五百元是他幫你打飛機 其實老實說 他幫司機打飛機 你瘋狂聲 我幫你打飛機 還給我錢 其實我看多少錢 如果你給我幾筆東西 我真的 我沒有什麼所謂的 老實說 你不要那麼擔下去 你擔下去我打你 你擔下去太噁心 你擔下去太噁心 你覺得男人打飛機沒有人太噁心 神經病 我整個聲音他手上不打 你又想要搖晓柯 你怎麼搖晓柯 但是你說如果他擔下去 就真的要打他 另外 我真的不懂得說 我沒有這件事 但是我聽羅淑貝 處長這樣說 是不是現在何伯就沒有跟他的子女住 住了在何新何太那裏 新何太拿去自己拿公屋 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我沒有跟這件事 我以為是何伯住在何伯家 原來是這樣的情形 那就該死了 表你有沒有 這麼多版給你看 我們做人 做事都是 其實呢 好像我們《啤梨》 我和林康正 都在網台裡面算是低調的人 真的 你這樣都覺得低調 你有看過我們以前的低俗頻道 低俗頻道 就說M.I.H.K.的時候 做我怎樣的 那就要高調 做半個月落書 網台 但是現在低調 做什麼都好 低調 入時期 叫你羅淑貝接受電台節目 點名 點名說 他說 哎 既然人家 當時人家都這麼高調 他真的這麼說 是很高調 我們不去查 社會都覺得我們不拖 即是說什麼 喂 那你把新的頭出來要死 不肯讓你死 他說 第一 他們根據資料顯示 可伯就不是公屋住戶 起碼不是 阿新何馬 阿何馬 他不應該在那裡住 不應該 對立戶去家人 有什麼慈善 老實說 我們也沒有這麼緊 你說如果剛剛 表哥來到暑假 住法約慢 那些 那些法律得外洋情感 你很明顯不是 好了 至於何太 我們都會去調查一下 因為據說那些人 這麼有錢 我們就會看看 他自己說 不是我們說 亦說他內地有資產 也有物業 那我們便去查一下 其實現在 建立了幾十字 一按鍵 便知道 我有物業 那你不是加了公公 你還是有假文件 法 假小 何例 虛假聲明 可霸太多 又說告過小孩 又回不了回頭 你老母 真的是這樣的 自己申請 這些真是自己申請 休息一會 谢谢大家